据相关媒体报道 韩国演员宋仲基宋慧桥5号通过经纪公司宣布婚讯 10月31号结婚的席事震撼大批粉丝 两人音乐早被还没拍到在日本东京某餐厅和工作人员聚餐 更有店员爆料 当天宋慧桥手上就带着钻戒 疑似是求婚趴 如今又有韩国记者透露 她的确是为了求婚才举办的party 还请来大票好友助阵 这让气氛相当问心 韩国节目《真实的故事》眼睛 11号播出的内容中 一名娱乐记者证实 宋仲基音乐就在东京向宋慧桥求婚 据悉他找来30名太阳工作人员 洋装只是一般聚餐 时机一到便拿出一束鲜花送给女房求婚 浪漫指数爆表 让宋慧桥又惊又喜 事实上 日前就有日本网友表示 双宋音乐造访的这家餐厅位于东京马步 当时还有许多太阳的后夜工作人员同行 宋慧桥之后还有落泪 猜测这场聚会很有可能就是求婚party 他继续透露 虽然无法确定宋仲基是不是在当天把戒指送给宋慧桥 但宋慧桥一直看着戒指 还开心的到处炫耀给工作人员欣赏 亲朋相当文心粉红 稳妨 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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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